大家好,今天我们刚刚收到三星的360度照相机 那么我们打开包装看一下 那么今天是2016年6月14号 我们算是最早一批收到的 收到这个最新款相机的客户了 那么我们相信这个360度相机一定会 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现在我们刚收到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很难熟的,我会使用我的键子 让它更简单 但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大家拍摄 360度照片 用相机的相机 好像比较有一个电话 这个只花了一张电话 这就是高兴的电话 相机的相机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打开 这个相机的价格 大概是在四百美金左右 我们现在这样的质量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打开 所以客户带来非常很好的摄影体验 那么我们打开包装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的 so you can put it on the table like this or you can attach a tripod for a camera and then just put it somewhere in the room and then let it film 360 degrees and then you can play it with your favorite VR glasses which of course is the virtual visor so this is how you use it you just unfold it like this put your phone here and enjoy your 360 movies adjust the lenses or if you want you just take it off and use it like this like a little child watching through a candy shop window 那么刚刚我们的CO就给我们展示了 怎么用我们的VR VR眼镜那么你用这个360度的照相机拍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包括Google Cardboard啊 还有当然更加好的是我们这个产品叫做Virtual Visor 我们这个VR眼镜它的功能还有技术工艺都跟Google Cardboard一样 那么Google Cardboard可以看到的我们的3D眼镜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个帽子它是可以把它戴到这个帽子上面 然后你就不用手不需要用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三星的360度照相机的包装里面还有很多的配件 数据线 还有这个是一个帽子 还有这个是一个帽子 很多的视频 那么现在我们也会开始慢慢的上传一些视频 然后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眼镜来看啊 那现在就先到这里期待我们的视频吧